随着端午街临近 各式各样的粽子陆续上市 在广西南宁 一个小小的粽子可以包出各种花样 一起来看 在广西南宁水街 粽子已经进入销售旺季 一些经营户说 目前他们已经接到了不少订单 经营户说 他们卖的最好的还是传统的三角猪肉粽 三角猪肉板栗粽和灰水粮粽 其中 灰水粮粽在端午节最受欢迎 如今 粽子的口味越发的丰富 鲍鱼肉粽 鸡翅肉粽 在一些网购平台上记者还发现了 爽辣剁椒猪肉粽 火辣鸭脖粽等 消费者的猎奇心态让粽子万物皆可包 口味越走越小众 现在人家口味多变吧 想尝试新的东西 虽然粽子的口味创新无止境 但记者发现 大伙还是偏向传统口味粽子居多 为满足消费者需求 市面上大部分礼盒装的粽子 已不是单一的甜咸之分 而是各种馅料混合搭配 会搭配在一起 那就是说老少姐也比上来的年纪的 可能传统的对他回来更合适一些 那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他更喜欢一些新颖口味的粽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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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